今天我们聊一个敏感而且有点沉重的话题 就是房子它会导致我们这个社会的阶层出现分化吗 以后会出现所谓的富人区吗 这个话题不太讨好 也许有人听了会激动 也有人会说你不是废话吗 现在市场上有的房子是20万亿平 有的是2万亿平 那事实上已经分层了 但我们要说的分层它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现在的房价它基本上还是按照从市中心向外 这么逐渐递减的方式来分布的 你比如说这二环15万 三环12万 四环10万 五环六七万等等 它是一层一层这样平均往下的 但是在国外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一街之隔 它房价就能差出好几倍 比如美国硅谷的核心区 那个城市叫帕拉阿图 就是斯坦福大学就在那个地方 这个城市它分成两个部分 这边叫帕拉阿图 城市东边的这部分叫东帕拉阿图 两个区就是一条小溪之隔 那条小溪大概也就十几米宽 而且经常还枯水 一步就跨过来了 但是这两个区域的房价 那就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住的人也是完全不一样 这边住的人就包括当年的什么 乔布斯扎克伯格杨志远等等 这些硅谷的精英 而那边大多就是什么黑人 拉丁一等等 这边由于都是一些富裕的精英人群 社区环境也维护的特别好 另外美国的公立学校它虽然叫公立 但是学校的经费它不是联邦或者是州政府来拨款的 它是来源于房产税的 房价高的地方自然税收也就高 自然学校的经费也就很充足 学区也就是越来越好 东帕拉图这边房价低 社会治安也是出了名的差 社区的环境学校也是越来越差 最后一条小溪之隔 房价就能差出三四倍 同样的例子在新加坡就更明显 新加坡的住房政策是全世界最成功的 92%的新加坡人都有自己的私人房产 但这个只有500多万人口的城邦国家 在精英聚集的五级芝麻区 私人房屋的价格差不多达到了10万一平米 而旁边一路之隔的政府组屋的价格只有不到2万 那未来我们会不会出现前面说的硅谷 新加坡的这种情况呢 我们的答案是会 但房子不是导致这种分化的原因 但是它会加速这种阶层的分化 我们这代人一定会看到这样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就是房子或者说社区会越来越标定 并形成社会阶层的分化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社会的阶层分化 因为在封建社会有科举制度 一个家族他几代人培养出来一个举人 再过两代人培养出一个晋士 那这个家族呢就得到翻身了 一个大地主家如果出了一个不学无数的子弟 像活着里边那个富贵 他也会富不过三代 就是总之啊 他社会还是在上下流动的 但是在西方 封建时代社会阶层是以血统来划分的 虽然后来民主了 但是这种社会阶层划分的传统一直是延续的 早年呢我和一个财经刊物的主编聊过房地产的发展 这位主编呢是北大社会学系毕业的 他当年有一个特别有预见的判断 他说房地产的发展大概会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建筑学的阶段 那房改之前大家都住在火柴盒式的楼房里 房子上面化之后 开发商最先就是从建筑的美观啊功能啊等等这些地方入手 全世界的建筑师你会发现都涌进中国来了 这就是建筑学的阶段 这个阶段后呢会开启一个经济学的阶段 说这话的时候啊房价还没有开始大幅的上涨 但是后来的十几年房价都快速上升 完成了中国普遍的财富积累的有产化进程 但房地产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会是社会学的阶段 房子会重塑中国人的家庭关系和社会结构 未来中国会走向共同富裕的阶段 但共同富裕它不是均贫富 马云不可能把他的钱分给你啊 共同富裕是整体社会消除了贫困 进而安居乐业的生活 但原始积累之后社会一定会有分腾 不同的人群呢 他会有不同的生活品质和生活目标 有的人呢他是要改变世界的 有的人呢是上下求索的 有的人呢是老婆孩子的热炕头的 没有对或者不对 只有适合或者不适合 这样呢就会人以群分 未来的房子 社区 他必然会进入百万买房 千万买零的阶段 我曾经跟国内的一个开发商研究过 英国那个著名的豪宅 叫海德公园一号 这个开发商呢还专程去了一趟伦敦 拿回来了一本楼书 结果啊让他是大失所望 因为那本楼书上通篇就介绍了两个内容 一个是说那个区域都住了谁 什么沙特的王子啊 英国的贵族啊等等等等 还有一部分呢是说他未来的服务都有什么 整本楼书上几乎没有关于房子本身的建材设计的说明 看到了吧 邻居是谁 有什么级别的服务 才是英国人眼中豪宅最重要的东西 任何时候所谓的精英人群啊 他都是一个少数人的群体 而这群人集中居住在那 也就决定了那个社区房子的价格 这也就是今年以来我们一再说 房价不涨的时代他过去了 以后会分化 未来有的房子会涨上天 而大多数房子甚至都跑不赢通胀 好 那既然房子会加速阶层的分化 那么他是如何加速这种分化的 分化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下期接着说 点赞明观众 房理想 让我们透过理想聊聊房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们下期视频 请不吝点赞明观众